各位同心 各位學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謝謝 我們聽到比書長跟我們前導我們講的內容 剛剛有一個大部分概念 我們今天在講的題目是台灣法例 法例台灣 我本名叫文承智 文承智 我出席在教學47年 初期版13期 初期版是第一次 我們進來的時候 你我他是否看見這個牌子 來 我們問一下 進來的時候有看到這個牌子 請舉一下手 舉高 舉一下這樣 我也有看到 忘記看了舉手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回去的時候 可以在上面合照 PO到臉書上 這現在是 這上面是台灣民政府中央會館 地址是100之1號 那美國軍政府他現在搬來內湖 他的地址是100號 金湖路100號 所以很巧 那100號 我們是100之1 我是法理台灣人 不是感情台灣人 所以我們在 外面 要有一個心理建設 我們是講求法理 不是講求感情 堅持法理台灣 台灣法理 那這個是去學校發的DM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usmgtcg.ning.com 這大概稍微記一下 這是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的法理宣傳 台灣民政府是這邊 他全名是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 簡稱台灣民政府 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根據就像和平條約 台灣民政府即將成為法理的台灣治理當局 注意看喔 法理台灣 我們不是政治台灣 現在的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是政治台灣 那我們是政府 不是政黨 我們在外面都說 你們是不是政黨 我們是體制外 我們不跟他們一樣 我們是政府 不是政黨 我們現在跟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是兩條平行線 沒有交叉 他們走我們的 他們走他們 我們走我們的 有了這張身份證 執政後 學生就學貸款 就不必還 我們現在是六年了 現在撿到的 這絕對做得到 這張身份證 台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為什麼要辦這個身份證 很簡單 你擁有這個台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你就可以證明 你是在美國軍事佔領下 居住的台灣人民 你沒有這張身份證 你譬如拿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很抱歉 到哪個地方 你只能證明你是中國人 我想說 欸 我拿這個身份證 跟這兩張都是身份證 為什麼我一定要辦這一張 最主要原因 因為這張晶片身份證後面 它有八型的 根據 就是這樣 和平聯合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它後面會有條文 包括這個晶片 這個晶片是 美國國土安全局 美國所有的單位 來製作這一片 這片晶片呢 跟現在 中華民國 聯合政府那一本 綠色的 那個護照 那個晶片 是一樣的東西 那 不過中華民國 他用的晶片 他還是要 經過美國的製造 然後授權給他們使用 那這張呢 這張就是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那這一張 沒有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出生地台灣省 某某縣 那 這出生地 沒辦法證明 沒辦法證明 這出生地 你現在譬如說像 從 別的地方 像中國那邊 來這邊成為 人家講說 中國新娘 還是越南 甚至是外籍新娘 來 台灣居住 他久了 他也沒辦法 他說 有拿這一張啊 我是 台灣人啊 沒辦法 這因為國際上就是 照文字上 去看 沒有想說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那後面有寫台灣啊 那 最主要原因 他這個身份證後面 媽媽欄這邊 上面 有一排 用那個雕刻的數字 這是分族群 能夠分出 你到底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前三馬 從000到180 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 來 繼續 台灣法理是我們共同的信仰 養成每天上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的習慣 閱讀專欄文章增長知識跟內涵 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和周遭親朋好友 合環解說 耐心引導 我們在這邊讀完法理課程之後 我們回去可能多多少少跟家裡的人聊一下 那沒有關係 因為法理的東西 是公開 而且走到全世界都通的東西 當然家裡可能 有些家裡的人會覺得 你這是插政地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就跟他講 我們講的是法理 不是政治 政治上電視裡面講的 喔 那個拿來 說一套 我們不是 我們完完全全是 根據國際法 來講的每一個 像究竟上和平條約 電視上有在講究竟上和平條約嗎 沒有 所以我們在講的時候 語氣和緩 不要跟人家爭辯 因為真理 雖然是越變越明 但是我們沒有必要 用大聲去壓制對方 因為你講對的東西 對就是對 講小聲一樣也是對 你寫出來也是對 因為他 再怎麼變 他雖然是語氣上壓住我們了 可是 基本上到最後 法理還是最終的勝利 我們引導的是真理的道路 指引著迷失的本土台灣人 倒歸正途 一起依著國際法理 安穩的走出政治煉獄 步入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台灣法理法理台灣日俗美戰 這是台灣目前的法理地位 這是台灣人唯一的逃生工具 最近有一部電影 叫諾亞方舟 有機會的話去看一看 諾亞方舟是形容什麼 大概了解基督教 還有聖經內容的人 大概會知道 諾亞方舟是什麼意思 其實諾亞方舟如果 簡單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諾亞方舟就是 世界 要淹大水的時候 只有一艘船 能夠載著世界上 所有的動物生命 能夠脫離 為難 那就是諾亞方舟最主要意義 那在現在這個台灣目前 政治亂流裡面 唯一能夠帶領本土答案人 安全抵達 國際地位正常化的筆案 只有台灣法理 那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法院最高法院的 巡迴法官 判決 這個案號是 No.08-5078 這個案件裡面有五個判決 請各位學員同心 一定務必要把它記起來 第一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仍處於政治領域中 第四 台灣仍然在美軍軍事佔領中 第五 美國軍行政單位 應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現在講到原告的部分 原告是誰 我們就是 爛 爛 要叫 我們就是爛 為什麼 因為是秘書長 但是秘書長是什麼 是台灣民進府 代表 代表說 台灣民進府去隔離國 我們是什麼 台灣民進府每一個 你只要參加運作 成為他動心 那就是爛 爛 爛台灣民進府去隔離國 這五點 一定要記起來 本土台灣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f 台灣 off是什麼意思 從土甲發起來 生金 土甲金 叫做off 案是什麼 東西 都沒有雜根風一吹就跑掉了 誰是控美案原告 美國政府唯一支持是原告 台灣人民請勿上當 台灣民進府 祝你平安 這跟其他 被跑掉那些 在擾亂訊息 透過鏡頭 他們現在線上也在看 我們 美國政府支持的是原告 原告是誰 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 就是控美案的原告 重要的觀念 我們大家參與台灣民進府的運作 我們就是控美案的原告 台灣未來 法例台灣跟感情上的台灣 兩項 他俗美這不是法例台灣 感情上的台灣的 台中國首相 他就想要把你放在裡面 感情的台灣的 有這個 中華民國體制來的 中國國民黨 中國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 一求百六年 奉美國指示 以及 再來建國黨 聽過別處長說過 台聯黨 親民黨 跟這個 這就是 中華民國體制來 我們的 體制來是什麼 台灣的軟圓 法例台灣的 台灣民進府 不一樣的口 他們是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口有一樣嗎 這個地方 就是政治煉獄 就是人家說的 六道輪迴 在這裡 口在這裡 123456 剛才六個 天倫 阿修羅 地獄 剛才六道輪迴 我們台灣民政府 各位都是菩薩 都是佛 也是什麼 雅蘇基督 我們沒有在教 所以我們請 請大家 請大家就菩薩了 好 這個就是 台灣民進府 我們有遵守 國際建政法 所以不必在這裡教 台灣民進府 208年 二月聖誼 生立 政治聯絡就是 總共來說 有的就是 在那個火裡面 在燒 很辛苦 沒有時間去思考 現在的政理 大家就是這樣 我們看外面 本土的人 我們說 這些法律 就是 我百度百就好了 不用穿那麼多 那個就是 奴隸的思想 那就 沒辦法 但是 那要靠時間 讓它丟出來 政治的台灣 主要難言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法理地位 是在美國AIT政治指導下 台灣治理當局 它不是主權國家 它不是主權國家 簽訂ACFA之後 中華民國就注定要離開 看到 ACFA簽訂的隔天 美軍第七艦隊 就從左營上岸了 還有一個侵權鋼 何時離開 ACFA簽之後就開始準備了 我離台灣 了解台灣的真相 改革暖緩的第一步就是 我們要了解台灣的真相 才有辦法出發 政治 台灣的一個政治戀獄 我們看到 台灣民政府 目前的國際地位是 美國的軍事占領地 台灣軍黨美國民政府 對於甘稱台灣民政府 是代替美國這項民主管理 必須由被占領的人 人民所造成 必須由被占領地的人民所組成 所以中國難民可以嗎 不行 我們根據國際戰爭法裡面 必須由被占領地的人民所組成 新台灣論裡面也有提到 占領的主權 台灣群島美國軍政府 底下 所管轄的台灣民政府 華盛頓DC記者會 就會與美方的互動 這去年的 9月份 會後 美方答應我方 三個月內 就會核發 台灣人民 旅行政見 那9月份 到底現在 就像 秘副長前幾天講的是 4月1號 雖然為什麼延那麼久 因為我們 已經手不夠 已經手不夠 包括 那個新聞省 去年 只要說我們2萬多分 現在目前所不確定 還不瞭解 所以 為什麼授權 4月1號開始 辦台灣人民 旅行政見 因為你們手 應該慢慢接近了 美方就開始準備了 那是台日本 台灣人 聶頭的主權在哪裡 日本天皇的 天皇主權 台灣主權 何時建國 這當然是 一百九五年 馬官條 但是我們說 下官條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 開十年時間 conquest 這個地方 是高山祖的土地 他開十年時間 跟政府之後 日本天皇 就完成台灣主權的建國 一九三七年 華民化運動 說日本話 取日本名 華民化 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他就是讓 所有的 台灣 跟澎湖所有的 那個 原先是殖民地 在行線之前 台灣的確是 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 他為了要 慢慢 根據這個 萬國公法 納入管轄 他必須讓 所統治的 領土 以上所有的人民 了解 日本話 會講 日本 所以重要一點 就是一定要 會看得懂 鎮定下來 他才會遵守 那 在宣導鎮定的時候 才聽得懂 所以 黃明化 是一個什麼 童話的運動 一定要了解 要不然像我現在講的 如果底下 是非洲人 底下 是 怎麼講 像 東北亞 東北亞 還是說像 美洲人 他聽不懂 有沒有辦法跟他做 宣教的工作 沒辦法 一定聽不懂 1945年 4月1號 天皇造書 行憲造書 實施大日本國的憲法 在全台灣 那這個憲法 行憲之前 跟行憲之後 所使用的 鈔票 就是銀行券 不一樣 這後續會講 這也就是講說 台灣自1945年 4月1號起 已經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因此 佔領不得 移轉主權 重點 我是法理上的大日本人 不是感情上的日本人 這是去年 明治天皇 黃麟玉 參拜 台灣民政府 這跟我們 無道人一起去 別人可以 日本國的人可以去 沒辦法 可以跟 台日本帝國的人唱 像那個 靖國神社 參拜 可以到內甸去的 只有是 神明 大日本國的成名 只有台灣 要不然就是 他們像 那個 內閣總理 議員之類的才能進去 內典 那一般 日本國的 是沒辦法進去的 自從兩岸 EGFA簽署之後 中華民國已經被 刺化了 要認清楚這一點 所以現在外面任何活動呢 都屬於刺化 等於跟 中國人民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 是一樣的 所以難免會看到什麼 王丹 那烏爾開西 那個 參與在裡面 都是 有爭議性的 那 至於當局 勢必要更換 台灣人最大的公約數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趕快離開台灣 去哪裡 平坦 台灣民政府 依照舊金商和平條約 將在 今年 12月31號之前 接掌政權 台灣國際地位 開始 正常化 接掌政權之後 開始正常化 由台灣民政府 維持統治 什麼時候 不曉得 因為主導權 在美國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社會維持平和 人民手法 簽訂 合約 美國撤軍 為什麼簽訂合約 因為 就經常和平條約 簽訂的對象是 日本國 大日本帝國 還沒有跟他簽訂 和平條約 所以 大日本帝國 地區 包括北方四島 足島 像 南海 包括台灣澎湖 包括還有一個地方 就這樣和平聊天 第二條一款 南極 南極的宣示 宣示權 仍然保留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南極不要忘記 簽訂合約之後 必須和土地主權 擁有者簽訂合約 土地主權擁有者是誰 日本天皇 所以就這樣和平條約 日本天皇有簽嗎 他是另外一個 他只是派代表 那個代表 還是代表兩個身份 那採取有兩個 兩個 琉球返還模式 還是另外一個 知識政府 日本幫年 就是剛剛 民主長一開始講的那個 昨天嘛 4月5號 助理國務卿 美國助理國務卿講的 autonomic 這是日本幫年 這個可行性是最高的 commonwares 觀看台灣民政府官網的熱點 我們看到那個 台灣民政府官網網站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熱點 集中在哪個地區 你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 還有哪裡 搞不好那個 金正恩都有在看 你看很多熱點都有 美國 遍佈全世界 這是 那個 4月3號開幕的 新如洲三重郡的辦公室 他在三重的上河路三段186號 很特別的地點 他就開在三重分局 厚德派出所的隔壁 在隔壁而已 這最佳的證明 你說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好請你去隔壁去報案 我們不會走 因為警察在旁邊 以前聽一次都警察的車 你反應去旁邊報案 我們是詐騙集團 來 三重郡 這張照片 是我找時間去拍 剛好那個郡守在這邊 他看到我 他打個招呼 然後趕快轉頭回去 因為他可能要 裡面有人 然後剛好我拍到他在這邊 那天是 裡面做一些整理的工作 厚德派出所 三重郡辦公室 這在這隔壁 我剛才講的 警察的機車停一整排 警察車也在這邊 你去旁邊告啊 告說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好啊 就在隔壁啊 三重郡 也有譬如說住附近的啦 你印象當中我親朋好友 你可以跟他講的 你隔壁 附近這裡 有那個 台灣民政府 三重郡的辦公室 那裡有隔壁 那裡有隔壁 不用錢的 這裡可以看看 這是昨天那個 剛剛Mew長那個 還沒看過那個 助理國務卿的樣子 就是他 4月5號的新聞 這是動新聞的那個報道 罕見 美國助理國務卿挺台灣自治 這個自治呢 是那個 autonomic 不是save government save government 就是獨立 不一樣 所以 台獨團體也不用高興 這個台灣自治是指誰 法理台灣 也就是台灣民政府 警告中國 如果併台必遭報復 要透過服帽 要來併台 很抱歉 美國已經第一時間把他支持 美國助理國務卿支持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看他這個底下 這裡 美國國務卿助理國務卿 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 羅素 前天 他警告 不要包括台灣在內 亞洲國家採取類似 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行動 我們知道那個克里米亞 跟俄羅斯跟烏克蘭 他聯合國已經做裁決出來 那克里米亞公投的結果 有效嗎 無效 因為為什麼 根據萬公法還有國際法 因為那個 克里米亞在那個 當時蘇聯的時候 有赫魯雪夫 把克里米亞交給俄羅斯 交給烏克蘭 然後烏克蘭把他的國家的憲法 實施在克里米亞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克里米亞就稱為烏克蘭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俄羅斯 有辦法把他拿回來嗎 沒有辦法 這上面有寫 他這裡有寫 罕見提到 台灣對 美國對台灣 自治 奧特拉美的強烈支持 能協助台灣 有人有信心 加強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就是 將來 我們一樣會有 台灣基本法 但是我們不用自憲 因為台灣 台灣是屬於 大日本帝國體系裡面 我們有憲法 憲法只是 民治憲法 只是因為說 被戰爭戰敗 被戰勝國所壓制 沒有辦法實施 原先的台灣總督府 是行憲機構 在1945年10月25號 被中國佔領軍 乘以所解散 所以 沒有辦法實施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不是說 大日本帝國 無效 還是說 消滅 沒有 因為憲法一直在 台灣關係法是 美國國內法 這個月 是4月10號 通過 第35年 35年前的 4月10號 首創世界特例 為何沒有 波羅里各關係法 為什麼沒有 俄羅斯 中國為什麼沒有 台灣關係法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 美國是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在1978年 10月31號 與中國的地方政府 在台北斷交後 他都寫 台灣斷交對不對 不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為維持反共盟友 與軍售利益 建立的法案 台灣關係法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要 跟本土台灣人拿錢 那 這個法在1979年 4月10號 開始施行 那追授到1979年1月1號 使得中華民國 中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成為美國國務院 底下的民間組織 也就是台灣自己當局 台灣 Authority 擁有管理權 讓美國完全看不到 本土台灣人 他就是把 所有本土台灣人 公平跟正義都不見 Make no mistake 就是不要誤解 國際法 法律位階 法律位階 裡面有自然法 萬國公法 國際條約 甚至是 美國憲法 當然也包括 然後23號的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這是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英文全文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這些的國際法中的法律位階 可以整理下列原規則 這也就是自然法 萬國公法跟憲法 還有一些國際條約 這三個位階 上面是自然法最大 自然法代表什麼 上帝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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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aw of nation 就是萬國公法 再來就是憲法 國際條約 那不可逆行的法律體制內 位階較低法 不可抵觸位階較高 這是通則 像萬國公法可以抵觸自然法嗎 不可以 那憲法跟國際條約可以抵觸 萬國公法嗎 不行 那萬國公法可以屈就 憲法跟國際條約嗎 不行喔 位階較高 不可以屈就 因為他是位階最高嘛 所以他勢必要遵守他 他也要遵守他 所以這底下就是在講這些通則 美國憲法 和包括就金上和平條約 這些所有由美國政府擬定的國際條約 是不能 也不可違反萬國公法 所以不要誤解 No mistake 事故 就金上和平條約 不得違反萬國公法 非萬國公法 非萬國公法 不得違反 就金上和平條約 法理立場 並無本末導致的空間 這是秘書長 在3月20號所寫的台灣短評第24篇 那這一篇是在那個台灣民政府官網 裡面 歡迎同心隨時上去看最新文章 戰爭法的內容 在台灣戰爭史回顧1裡面有講到 那第20頁到25頁有講到內容 戰爭法是用以規範交戰國的行為 現在191820年 南破仁席捲歐洲 戰地為王的觀念已經為始過法 過始違法 那就是要講 如果 戰敗國要將征服者趕離自己的國家 只要當地成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恢復社會秩序良好 那征服者必然自動離開 為什麼 因為有戰爭法的規範 那戰爭情況的分類呢 交戰國在作戰後 一方投降或要求停戰 雙方停火 到和平條約簽署前所發生的佔領情況 稱為交戰國軍事佔領 那實力 實力例子就是在台灣 佛洛摩沙島上 1945年的10月25號稱為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那這個時候佔領區叫做什麼 獨立關稅領域 要不然就叫獨立關稅區 和平條約簽署後叫做什麼 善意佔領期 也就是軍事政府的平民治理體系建立 就是民政府體系也開始建立 就是在善意佔領期之後 那美國國的國防部陸軍總署匯編書 他編號是FM41-10 這本上面有寫 那美國戰爭法的匯編裡面的範圍 包括佔領法在內 時間是1940年10月1號 由美國國防部陸軍總署首次出版 那這本代號是FM27-10 美國總統或司法部各界 處理或引述因戰爭 帶來各種解決方法的依據 最關法院判決或者是戰爭習慣法 也會引用討論 尤其是慣例法 他們都會常常引用那個判決 那戰爭法的法源有底下三項 第一個是公約或條約 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 1949年日內瓦公約 國際紅十字總會規章裡面的人道主義章節 那第二點就是戰爭慣例 戰爭的傳統法與慣例法 可比擬為英美的不成文法 第三個 美國與他國的大法官解釋文 最關法院判決或者是聯邦法院 因戰爭行為所產生的判例 天皇主權剛剛有提到過 領土不能因戰爭失敗而被割讓 這是萬國共法的規定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所以這不僅不能移轉租款 代日本還有天皇陛下 擁有台灣所有權壯 大家都知道 這條 日清下官條約 我們這個後面的馬官條約 我們不要去使用 因為我們正常 我們是日本這邊 我們要用下官條約 馬官是他們那邊在用的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這兩方面是契約的雙方 戰爭史回顧1的第7頁到第11頁 有講到那個族群 台灣的族群分布 那就看到這些 凱達戈蘭、卡拉馬蘭、道卡斯 到底下西拉雅 最主要是講這一部分 這東半部的地方 為什麼清國沒有把它畫到它的地圖上 不是沉到海裡 是因為這個地方是高砂族的地方 它沒有辦法用武力來征服它 因為清國的武力 我們知道 比大日本帝國遜很多 這是平埔媽媽 這相信網路上都看得到 它的那個就是矮筋 背小孩來用 那個全世界只有平埔才有 福爾摩沙 那時候的島的名稱 中國南民隱瞞台灣人的真相 它底下不敢講 它底下是因為它是沒有辦法 它武力沒辦法到這裡來 清國殘行台灣地圖 透露一個不為人知的真相 日本政府完成全台灣島的軍政統治 全部都整個conquest之後 才把整個台灣畫出來 清國沒辦法 它的武力範圍就到這裡 所以 律師長在幫發美國國旗的時候 提到 地瓜道菜刀 竹竿裝菜刀的由來 在這邊 好 竹竿裝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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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道菜刀 地瓜到菜刀 地瓜到菜刀 什麼刀都有 家刀 地刀 太刀刀 什麼都有 那裝棋子是什麼 大明慈悲國 這個大日本國台灣軍政時期 結束的代表事件什麼 西來安事件 就是人家說 玉政事件 我穿在那裡 一九英五年 我穿在那裡 起貨器械照片上面 要寫什麼 大明慈悲國的旗幟 感覺台灣人 起勢的時候 總得扯個大明 這是東明王國漁民教育的成果展 地瓜道菜刀 什麼意思 美國他也知道 地瓜道菜刀 他掛那個美國國旗 草莽 奇異 革命 所以 這個道菜都沒有搭 那個旗子不要裝這樣子 這是竹竿比較沒有 那個 敬意 要用正式的旗竿 大日本國 太陽旗跟台灣的彩虹橋 決定 注定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天空 這個叫賽德克巴萊 有看過這部片 請舉一下手 好 謝謝 看一下 那個電影 有些地方 他重要的重點 他可能或許 沒有講到 這邊做個補充 清國在日清 假如戰爭前 擁有的是 福爾摩沙島上的西部 六個屯墾區 外加澎湖 一共是七個屯墾區 也就是兩年瓜 三年末 抽油水的殖民地 也就是拓殖地 遭一清國 交接不清 滅世高砂部落的東半部島區 使得大日本帝國在收復福爾摩沙島時 必須面臨到接受美國建議用戰爭法征服的方式 這是在1905年 大日本帝國去參加國際會議 那美國給予的建議就是說 美國當時在西部拓荒的時候 跟印第亞人曾經有打過戰 他就是用戰爭法的方式把它征服了 征服之後 納入管轄 然後把憲法實施了 才變成領土 一樣同樣的方式 花了將近七年的功夫 征服高砂部落 那加上剛剛那個西來安事件是1915年 1915年 所以呢 他就是 大日本帝國就是花了十年 把整個台灣 整個軍政時期結束 完成 納入管轄範圍 領土 塞德克巴萊的慘劇主要的兇手是誰 清國 對人家說的清條 我們在講 中國歷史的時候 把那個朝 直接採成國 因為他們的朝代 從夏商周什麼 下來 其實每一個 夏國 商國 州國 漢國 從來不是什麼朝 因為他每一個朝來講 就法理的觀念來說 他每一個朝代 就代表一個國家 而不是朝代 朝代是他們的觀念 那也就是說他們的 那個領土區域來講 是屬於不穩定 隨時 新的國家要起來 新的國家要起來 而且是用 那個軍事武力的方式 來做 侵略 或者是拓殖 所以每個 每一個時期 他們的每一個朝代 實際上來講 都是屬於 軍事政府的狀態 並不是主權國家 因為什麼 他們沒有憲法 你們想想看 他們每一個 他們所謂的朝代 每一個朝代有憲法嗎 沒有 好 回想昨天的課程 台灣 台灣史捷馬 就是那個 徐哥林學院生 對於自己的來源 認知 大概總整理一下 母西社會 平埔的後代 不是唐商後代 不要自欺欺人 馬接醫院的林瑪莉醫師 專研DNA族譜 目前本土台灣人 多少少都會去 好奇去找一下 從DNA族譜分析 找到自己原本族 先是平埔族 主要血統 有98% 甚至還更高 高砂 更是大日本國 台灣的貴族 對日出生由來 要具備 100%無比的信心 為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感到無比榮耀 我們的血統 包括我們的 所有的 本身 天生 天資 其實基本上 對 跟對岸 其實講對岸是不對 應該講靈國 中國來講 我們比他們水準很高 像我們 像生活習慣來講 如果沒有經過這 69年來的污染來講 我們生活水平算 蠻高的一個地方 這是剛才那個族群 高山 高山族跟平埔 馬卡道族就是 我們那個 潘議長 那 新族的話 是道卡斯最多 也一直延續到上來 朝鮮皇帝 將領土管轄權永久讓於大日本國大皇帝的主要依據在何處 領土管轄權 也就是日韓並和條款 並和條約 韓國就是朝鮮 所以跟 我們還是有點關係 1910年的8月22號 由大韓帝國總理理完用於日本的代表 勢內正義 所簽訂的條約 將朝鮮 全部的統治權 永久讓於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並且於1910年8月29號公告 就是這邊 這是寫什麼 大韓國席 日韓並和條約 銀行券跟鈔票是公開的正式文件 所以不能亂印 在1945年4月1號行線前使用的銀行券寫什麼 台灣銀行券 那行線之後使用銀行券是什麼 日本銀行兌換券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昭和陛下頒布行線造書 依萬國公法成為神聖不可被分割的國土 看得到 台灣銀行券 1942年 這是在行線之前 行線呢 我們台灣人加入大日本帝國 是依據高於憲法的天皇造書 因為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必須由天皇造書 讓他有效 我們本土曹人 不用經過他們開會 也不用經過帝國議會的允許 直接由天皇陛下 經過天皇造書 讓本土曹人直接進去 大日本帝國成為臣民 就是這個 讓我們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行線造書 行線今天日是1945年的4月1號 是重要指標日 每年的4月1號為大日本帝國 故有新政令會計年度的開始 這是基本常識 只有法國人有權利過4月1號愚人節 所以有講說法國愚人節 不好意思 法國愚人節 是法國人在過的節日 如果要過愚人節的話 法國人才有資格 其他就是臭熱鬧 沒有合法性 中華民國底下的國民黨民進黨 掃墓了嗎 昨天不是掃墓嗎 這麼多 你看 東武東進 南朝宋 南朝齊 南朝良 南朝城 南朝堂 還有一個民國 這都他們的朝代 我講的是他們的朝代 這個 因為去培忘了 中華民國 生於1912年 死於1949年 哪裡 住在南京 都沒去掃墓 1945年4月1號 行線日之後 他寫什麼 日本銀行兌換權 這是鈔票 這是正式行線之後 大概看一下就好 在昭和20年 1945年的8月17號 開始流通使用 大日本帝國台灣內地在哪裡 整個都是內地 行線之後是整個都是內地 那這是日本國的 現在日本國的國土範圍 加沃金沃 兩個都是不一樣的 大日本帝國 包括北方四島 還有朝鮮 台灣 澎湖 還有一個 新南群島 像那個 帛琉地區 那時候也算是 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是南極 那裡面有寫 內地人 本島人 高沙 那時候的報導 大日本國真丁私情準備文 裡面 大家看一下就好 他寫本島人 高沙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的硬件 現在總統府裡面 裡面都有 沒有弄丟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領土 台灣已經證明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因為行線的造書 那這個就是金普聰 他已經宣誓就職 叫國安會秘書長 他是 擔任什麼 撤退總指揮 昨天 網路上有一個童星 他去掃墓 剛剛好去派到他的祖先 他姓孫 上面寫得很清楚 日皇 領土主人所有是誰 日皇 那像什麼乾隆 什麼康熙 都會刻在上面 所以因為墓碑在刻的時候 有他們的格式在 他為什麼簽 刻日皇 也代表 當時 日本的 台灣是日本 一看就知道 他是為什麼刻這樣子 有他的來源 維基百科的關鍵是 他打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我們看到兩個陣營 昭和天皇 東條陰基這樣下來 三本五十六 像滿洲國 為什麼滿洲國對 同盟國 英美宣戰 這上面就看到 艾辛絕羅普怡 南京政府 汪兆民 所以就是這邊整個 部分 越南 越南也是盟友 泰國也是 越南是保大帝 底下就是同盟國的系列 那這邊就是美國 麥克阿瑟 還有什麼 蔣介石 孫立仁 邱吉爾 再來是什麼 蒙巴頓 底下就是 這大概就是蘇聯的 民族的救星是他 不是我 不是蒋介石 為什麼 那個頭兩顆原子彈下去 那當時如果 沒有停止的話 或許 整個大日本帝國 繼續站下去 真的是滅亡 一顆原子彈 四十萬人 就這樣人間蒸發 前 那個投降書的身份 1945年9月2號 崇光奎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大日本帝國國體存在的原因 是因為 萬事一系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存在 那大日本帝國就永遠存在 憲法的部分 這邊第四條 天皇是統治權跟 總攬所有管理最高的 那個元首 那國旗是 那個暗紅色 不一樣 日之丸是暗紅色 那憲法是明治憲法 現在日本國呢 亮紅色 看起來很鮮豔那個紅 是日本國的國旗 它裡面改調的 像剛剛那個 改調的是 第四條 第四條是天皇是國家元首 他現在不是總理 再來是第九條 第九條是 放棄戰爭權 那現在他可能 要改這個地方 才能改回來 因為原來宣戰權改成 放棄戰爭權 日本國國旗 跟大日本帝國國旗 不一樣 因為政體不一樣 和平憲法改制 明治憲法 第四條第九條 效忠 對象的程度也不一樣 他是虛位效忠 武德 那國土範圍比較大的是 大日本帝國 可以聰明一時 絕對不要糊塗一事 本土材人的職業是什麼 不是無業遊民 從還沒讀書開始 我們就在養豬了 豬卷裡面養豬 所以他人除了養六十九年的豬 還發現這群豬 還有驗證什麼 生豬 生小孩不好 農狗稀 目前老鷹在趕出狗的家 你知道這群豬 要怎麼來台灣 當初就是要來 那個台北公會堂 外面的情況 1945年10月25號 台北公會堂裡面的情況 蔣介石接受盟軍麥克拉瑟司令第一號命令 代表盟軍不是中華民國 他是蔣介石代表 接受日本投降的照片 可以看出 接收掛出的四面盟國國旗 你看他這邊 他是什麼 中華民國海軍軍旗 他是什麼 代替美國軍事佔領 當時中華民國還沒有流亡 為什麼使用海軍軍旗 代理佔領 要不然他還沒流亡的時候 他可以用五色旗 主要占領全國 然後就出現 美國國旗在上面 名稱應該是受享典禮 而不是中國戰區 是太平洋戰區 受享典禮 他原先打 那個光復 他就是要有計畫的改變台灣歷史 他為什麼不寫受享 而且他兩場 他有兩場受享典禮 不一樣 第一場是在 1945年9月9號 在中國戰區的南京 那是蔣介石 看他底下還是一樣 海軍軍旗 假設台灣是中華民國 一部分為什麼有兩個受享的單位 台灣 大日本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看到這裡 台灣在這邊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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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中國戰區 何應清 這是台灣 陳以 太平洋戰區 跟中國戰區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是由蔣介石代表盟軍投降日 中國戰區 中華民國沒有權力出賣台灣 國旗為什麼是海軍軍旗 為什麼沒有辦法公開露面 國際場合在這邊 他的國旗在這裡 中華民國國旗是這個 他是海軍旗 1912年南京參議院 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 定青天白日海軍軍旗 這說明了 流亡中華民國的海軍 從分配佔領到 1953年7月27號韓戰結束 後改為代理佔領台灣 始終不能用國旗 因為他已經亡國了 在中國的中華民國 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 是根據1954年立法的 國旗國徽法 他自己改了 借殼上市 黨徽 就是那個 軍武上面的logo 他現在都塗掉了 詐騙集團 最大的詐騙集團 新台灣論 41月上方 第10點 1951年5月5號 麥克拉社已經早就知道 法理上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的部分 他非常清楚 新台灣論 431頁中央資料 解餐日帝 01297號訓令 是1946年1月12號 他把台灣人 日本國籍 改成 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日本國籍是哪裡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集體規範 為什麼 他因為沒有辦法把所有台灣人 載走 剛才秘書長在課堂前有講過 因為有600萬人的本土台灣人 他要求美軍把他載走 沒辦法載走 情況之下 只好玩弄國際法的手段 把所有本土台灣人 一個晚上之間 一天 就下個行政命 把所有台灣人國籍 改成 集體規劃 沒有經過同業 沒有經過思考期 正常思考期 根據 下官條例來講是 要兩年 可是他完全沒有 他當場 就把它改了 他是違反了 國際法 海峽公約跟 市內法公約 軍事佔領不改變 佔領定主權 不改變人民國籍的法規 余恩節 1945年10月25號 余恩節以後是 對 10月25號就是余恩節 是嗎 是嗎 美國啦 美國轟炸台灣 中關線是流民船嗎 日本 大日本帝國建立的 紅葉哨棒是台灣棒球體員 他日曆代表是卡農 其實更早的是能高團 能高團是花蓮 完全是高砂組 能高團是最早的台灣棒球 東西恒光公司是戰後蓋的嗎 是大日本帝國就蓋好了 他只是後面給他加個牌坊 掛中啊 尾 就是這麼來的 人氣好好他人家蓋過來 那被創改的身份 這裡 阿公阿嬤 大家人 阿爸阿母 日本人 為什麼你變成中華民國的人 很衰 人阿衰 政筆 生菜的粿 國籍被改變 就是剛才講的 01297號訓令 把台灣人當作中國人 罪證在這裡 還下個 違反 國際戰爭法的 戒嚴令 戒嚴令只能實施在 本國 不可以實施在佔領地 這張違法的居留識別證 這是台灣人苦難的原因 跟居留證一樣 人這樣動作外勞啊 還騙我們去當兵 還要去 那個 繳稅 可是 有人會提到 這個月好像要繳稅了 要不要繳 要繳 因為現在台灣自已當局 他擁有的是管理權 你沒落 你就會拿著關 要注意 他現在有管轄權 因為是 美國 美國方面 受理他 代理戰 代理管理台灣 所以他是 台灣authority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按照他的法令去做 你可能就會被他抓去 因為什麼 你直接對抗就是 不明知 我們是講求法令 現在沒關係 腳去 改天 還是把他拿回來 先注意用啦 居留證識別證 剛才有講到 背面右上角被做記號 所以就做他們的努力了 講點嘛 可是我們沒有啊 我們是被他逼迫 非得照他們來做 還要乖乖繳錢 乖乖去做兵 這裡 這個地方 這是剛才講的 北方四島 蘇聯在玩 把一萬七千名日本人 再往日本四桶無人島 台灣 蔣介石也要求 六百萬名日本台灣人在 四桶無人島 沒有那麼多船 所以用行政命令 一夕之間改變 所有台灣人的國籍 違反國際戰爭法 可是他後來有去日本 跟麥克拉斯講說 他這樣方便管理 好 看到齁 這剛剛都講了 好 北方四島跟台灣是相同的命運 我們看到新台灣論的 第103頁到105頁 裡面有講到這一方面的 剛剛我講的北方四島跟台灣 這個鄉根圖書館 在台灣日本 台方國際地位正常化前 本土台灣人沒有辦法清建 那種我們目前 還是在被佔領的狀態 而且還沒有接真 所以將來這個鄉根圖書館的建設藍圖 可以重建這些被拆掉的 像 昨天我們有看到新聞 基隆有一個碼頭 那個 那個 那個館 被 流行政府 他們可能透過 某種方式 我在猜測 想當人耳 他沒有辦法徵收 就 沿用以前的方式 那是 那是 以前 當然是 還沒有證實 我們大概 可以想到 他們都會用奧博比較多 他當時 蓄留 沒有自主權 我要留下來 我是合一日本人 土生土長 像 昨天 掃木有一個新聞 就是日本的 這日本國人 他以前 住在台灣 他離開台灣有 68年了 他就是來這裡 挖一些土 要回去 對對對 那個很感人的故事 因為 可以想到 當時他們 被迫 離開台灣 就像海角7號這樣 你要不就 帶我走 要不然就留下來 那現在被強制遣返 誰做的 蔣介石他們 中國軍事佔領當局 單方面決定 而且 隨身只能 人攜帶多少錢 一千塊 全世界最好的 動 他的兵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防部的兵役法 是寫公民 中華民國的兵役法 輸入之後 中華民國消失了 而且出現兵役法 他裡面是寫男子 這不是他的領土 回到中國 他中國是金門 馬祖 在這邊 來電一下 那初級班重點 佔領不得移轉組前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根據國際佔領法規定 那初級班 我們這兩個重點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1949年6月15號 台灣經濟大轉變 4萬塊 換成1塊 他有announce過了 縮小多少 你看 5比1 1比3百6 這樣下來 這算 這是我們本土 台灣人 優秀的網路同心 把它算出來 台灣人民財富縮水為 百分之0.0.225 100萬 比225 給水有嚴重 針對輪行區發行流通券 他是越南 他一樣給他寫 中央銀行 這因為法國主權問題 反對 所以這個沒有發行 那你看這裡有寫 台灣 流通券 中央銀行 他後來沒有 那這裡 東北九省 只有施行2年11個月 那 新疆 中國 土耳其 斯坦流通券 只用了3個月 都被制止了 為什麼 他要有企圖的併吞佔領地 這就是中國軍事 占領区蔣介石的野心 台灣銀行券 講了一件事情 占領不得儀專主權 中國銀行 1937年 他為什麼這張沒有在台灣使用 因為是占領地 中國銀行不可以在占領地使用 你看還有馬祖專用 這張 大概瀏覽一下 對 國旗正常是要這樣 這是突破 他們正確升旗的方式 先升美國旗 再升突破旗 他咧 獨立升旗 很野蠻 恐怖組織 不是國家有武器到處徵兵 兵阿登 最大隻的這個啦 這最大隻 中國武裝難民 最大的國際恐怖組織 大家還很厲害 跟他生活在一起 被他加持 好 那今天先 那個 留下9分鐘的時間 然後播放那個 信儒州夜州長跟 那個台灣自己當局警察的對話 很有趣 來看一下 對啦 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公法 我也有我的公法 就跟你說 都是政府嘛 你現在 你口口聲說 你叫做台灣的中華民國 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 你只說 沒有 按照中華民國縣 你跟他講 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你自己去上網去查 就跟你講 中華民國沒有了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你那個 我問你齁 你們現在的紅單子上面還有中華民國 他在沿路齁 跟蹤夜州長的車子 跟蹤到 地下室才開門 這 代表有問題 警察有問題 好 你一直告訴我 中華民國 我問你說 中華民國還存在嗎 你不知道台灣民政府 也許算 我就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 這個問題 卡在這裡很大力 你車子要開齁 在 目前 我跟你講齁 開上路就是 我沒有錯 我上面已經有標示 第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你 因為這一桿 我是怎麼搜 你看 這個已經說了這樣 你有看到嗎 這個折損啊 耗牌的折損啊 對 折損你沒有你開折損的床 你這也規定懸掛 你這也沒有 我今天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今天已經去 我這怕你再去 監禮所去檢驗而已 這是監禮所 我有去檢驗喔 那就是沒過 沒過 沒過 原因是因為它超白兩台懸掛 我今天沒有違法 我們今天是照我們的中央 違規 沒關係 你開床 你如果因為我違規 你把我開床沒關係 違反你的中華民國的歸零去開單子 沒有關係 對啊 這個他也跟你 你認為說你中華民國是個政府 台灣民政府也是政府 他後來沒開單 這是我們那個紅牌 誰是正統的 紅牌才是正統的 目前是因為那個 沒有保險的原因 所以 要兩片懸掛 正常是 如果保險下來的話 紅牌就好 那頂就是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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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好啦 你按照你給我開單 你給我開單 你的駕照也不是 我知道啦 你就給我開單 這是車子的行照 是的 上面不是寫駕照 不是Driven license 是不是 這頂叫做駕照 這頂叫做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這是台灣的身份證 這也不是駕駛執照 那個就是我們的駕駛執照 那是你的駕照 那是你的駕照 對啦 我就跟你說 他手上拿那個是 美國軍政府通過的行照 行車執照 那我們的 那我們的 這張就是駕照 台灣政府經騙身份證 就是駕照 身份證兼駕照 身份證兼駕照 你可以開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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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我接受 在桃園機場 華航的 大樓地下室 我現在跟你說 你可以開單子 我收嘛 我來發款 對啦 我現在我的意思是跟你說明一下 他們 他們基層的警員 都不了解 但是他們高層都知道 分局長以上都知道 台灣民政部 他們要換老闆的 他們都知道 他那個罰單上面齁 省略掉的是台灣治理當局 中華民國只是年號 年號也可以改 改西園也可以 台灣民政府是這個土地主人 你最好用無線電問你的主管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 他現在通無線電跟他的主管 分局長聯絡 他牠會不會是他的控制 他自己過招 他要做 他要做 他的相機 我所以說 你如果說 我不衛依規定悬掛或是怎麼樣 你就開單子 就好了 這就不夠啦嘛 我就請你開拐 剛剛有講到是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管到我們 我們也跟他沒有關係 台灣關係法底下的台灣Assurity 我們是 那個就是和平條約 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的台灣民政府 兩條平行線,不一樣 那是你們不知道而已 我是跟你說,你可以去問你的主管 好啦,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 我沒有一定要跟你開單子 說明 說明我現在要怎麼辦 我先跟你查核一下 好啦,你查核 對啊 按照說 我都是依照這個條例 依照這個條文跟你說明 我們聽過民主長講過 是台灣自己當局 要找台灣民政府登記 他是局喔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喔 政府跟局誰到 政府 對 唉唷,你不想檢查我怕你再去監理站 再去做這個動作 唉唷,你媽媽這樣 早上10點去驗的啦 我怕你就是驗車 我不知道要帶中華民國的行走 不然我們就有行走 我們怎麼就帶那張 你沒有駕照啊 我們就跟你說 我們會駕照 台灣民政府的駕照 就是那張身份證 你聽不懂啦 就跟你說不一樣的政府 你跟我說台灣民政府 你說你中華民國 結果你現在跟我說中華民國 你也不敢說 就跟你說中華民國沒有了 你還不知道 他們現在的中華民國是假的砍棒 借殼上市 真正的名稱叫 台灣治理當局 像他的法院寫台灣 什麼台北地方法院 那個台灣不是國家的名稱喔 台灣的意思是 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authority 像馬英九他在講台灣的時候 要記住 他台灣瓜胡 治理當局 他省略掉的是治理當局 台灣不是國家的名稱 可以發現那個警員 他的語氣包括 措詞的內容一直在改變 一直從強硬到柔軟 因為什麼 他已經確認了 打無線電 打手機 打回去他的分局長 他的主管 他的主管 他的主管分局長 我相信在他們的通信器材裡面 已經跟他講了 台灣民政府 是合法的政府 是美國軍事政府底下管轄的 管民事的政府 沒有… 我們是最初一次的 這已經做了幾次了 這已經做了幾次了 我們是合法的 我們不是飛法的 我的東西 你是忘了貌的 看得出來他是在地下室 他應該在平面道路上就要取締 為什麼在地下室 見不得人 他在平面道路的話 如果發生的情況 會有很多民眾圍觀 圍觀就有更多人知道臺灣民政府 更多人知道臺灣民政府的合法性之後 會越來越多人申辦臺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所以他為什麼選擇在地下室 他們理虧啊 有沒有把針見還了 有開單嗎 我就跟你說 來大家一起唸一下 臺灣民政府是臺灣法理 臺灣民政府是臺灣法理 臺灣民政府是法理臺灣 臺灣民政府是法理臺灣 就要抹三十五年了 最好 一定會suspend 因為美國一定要尊重 既金山 合名教育 23條 他主要要折領 廣告 一定要來這裡折領 他沒有做折領 他就要離開了 為什麼他頂去放棄 他不會來這裡親自折領 叫別人來折領 而且折領 就是規法的 他用他的國內法 要把人家拿錢 用軍售賣外地的武器給我們 今天要確定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下口休息10分鐘